浪浪黑煙不斷從住宅三樓串出 室內火勢燒得猛烈 群左跟他走進去 群左走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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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他走得很快 十二號中午十二點多 急方火速抵達彰化蒲馨這一處住宅 因為熄火當下 因為婦人左腿中風不方便逃生 裡面還有人嗎 他兒子在 中風的 大風 大風大風 員警進屋內搶救婦人 即使把人給背出外面 當時是員警到達之後 他的大兒子才知道 已經三樓已經起火 然後告知員警二樓還有起母在樓上 本所員警迅速上二樓 將承擬背出 大兒子當時在房間 並沒有注意到起火了 酌性警方趕來通知 協助把婦人背到路旁 酌性人沒有大礙 平常那種早上那樣的 期待出去 就是要帶一下 主要還是沒有說特定說 確定是什麼原因 大致上就是可以確定說 電線走火可能性不算大 三樓燒毀的物品已經整理好 放在外頭準備丟掉 而當天早上家裡有燒香拜拜 不過中午才發生火災 大兒子表示監視人員出判 應該跟燒香比較沒有關係 懷疑可能是電線走火 雖然聲明聽神像燒到焦黑 但人都平安 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其餘被新聞城市中 彰化強報導 掌握全球情勢國際新聞 全新選擇 YT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